Hello 大家好 我是Simon仔 劉少文 我是一個公務員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唱歌 上一年我在電視台中參加了一個中年號聲音2的歌唱比賽 成功到了30歲 我小時候就和我婆婆表姐一起住 我小時候表姐已經開始給我流行曲 所以我小時候未唱兒歌之前我已經在唱流行曲 而我第一個喜歡的偶像是林憶蓮 因為這也是我表姐的偶像 我從小時候就開始唱歌 但比賽來說我沒有參加任何比賽 可能小學的時候有一兩次參加校內比賽 之後就沒有再參加外面的比賽 自從在疫情的時候我玩了一個唱歌的程式 之後就認識了一班唱歌的朋友 就是他們帶我出去玩不同的公開比賽 我就慢慢慢慢地接觸到比賽 之後就玩了19年開始 到2023年我就去了電視台玩了一個大型的比賽 這首新歌叫做世界巡迴電梯演唱會 為何會有這首歌的起源 有一天我就搭乘一下電梯 我就自己在那裡哼歌 然後就說不如我自己也作一首歌吧 既然現在都開始玩了比賽 然後慢慢想有自己的歌 然後我就哼了幾個音 然後就打算自己作的本身 但沒辦法 我什麼都不懂 又不懂樂器 又不懂樂理 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找了一個朋友 就是曹朗 Ron 他很好 就把我的幾顆音 轉化成為一首歌 就是我現在這一首 世界巡迴電梯演唱會 我初時就在想 用什麼題目去令大家吸引一些 然後我就在想 其實我自己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在電梯唱歌 然後我就想 應該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當大家等電梯的時候 到電梯一關門 發覺周圍沒有人 是否就會開始抹大喉嚨的唱歌 然後住得高有好處 因為可以唱久一點 住得矮的那些很快就完了 然後看著 往往都是 一邊唱 唱 唱 唱到月後的時候 就是一個高潮或chorus的位置 然後就說就是到了 這個就是我整首歌的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屬於我自己的演唱會 一三人門就開始 參加完電視台的比賽之後 其實我都豐富了我很多的人生 因為看到背後的製作是怎樣 可能認識了108個志同道合的朋友 之後之前的師兄師姐又會開始認識 擴闊了我在音樂這方面的一個人脈 那接下來呢 其實我是想嘗試一下 可不可以再有多幾首的歌 去自己去做一下 或者追求一些朋友 那希望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做到一首自己的一首歌 去做少少的成功給自己 在我那個音樂的路上 試一下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試一下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謝謝大家